16周年我们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但是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就是我们从7月20号开始的各项活动 实际上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相信大家各种各样的吐槽我们也看到了 但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努力地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们还是为了就是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 给大家带来的困扰 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但是16周年的周年庆 大家还是要开开心心更加多一点欢乐 然后在这个时间的话 我可能就给大家带来一些后面版本上面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首先就是我们八 我不说下面一个版本是什么时候更新 反正下一个版本的话会有一个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 就是一个荒野求生的这样一个小游戏的这个环节 它实际上是被玩家称为就是冒险道版的一个饥荒 但是这类的游戏的话 其实是脱离冒险岛整个主线的就是属性剧情 然后它实际上是一个单独的做一些生存项的内容 所有的不管你装备是拿到了神秘之影 还是说拿着锅盖 都可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 完全是没有门槛 就是进入这样一个游戏以后 你需要在一个荒岛上 自己去采集东西 自己去挖掘食物 然后自己去做各种各样的拓展 最后就是看你就能活多久 对吧 这个游戏的话 我现在目前自己体验了一下 不知道就是跳票和小森有没有也玩过这个游戏 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我比较手残嘛 其实在游戏里面就是打boss什么的 我肯定不行 所以我就想去拓展一下新思路 然后去荒野求生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也只是过了新手阶段 大致学会了他怎么玩 然后这个游戏我是觉得下一个版本 跟大家见面的话 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新意 这是下一个版本 一个玩法上面的主要的内容 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后续版本会有些什么内容的话 其实大家可能 大部分的人有一些东西知道了 就是半年以后 我们的那个冒险刀主线的 五转第四个技能 就要全职业给大家开放 然后到时候肯定会给大家一些 非常炫酷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然后还有就是冒险岛 他赖以生存的一个剧情上面的一个内容 剧情的话 他现在已经是 去年的时候 黑魔法师这个十几年的大boss 终于就是被玩家干趴了 然后也成功洗白了 那么黑魔法师结束以后 会带来什么样剧情 剧情的铺垫其实已经展开了 今年的荣耀版本已经向大家揭露了 继黑魔法师以后新的一个大boss 他慢慢地浮出水面 他就是格兰蒂斯的生命超越者 杰伦达尔摩尔 对吧 他是高等艺人族的王子 然后随着高等艺人族 一步步加入进来 其实大家也知道 最新的职业阿代尔 也是和高等艺人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后续的剧情到底会怎么展开 我们就看就冒险到 宏大的视觉观会给我们讲述一些 什么样的故事 然后除了这种主圈剧情的话 我们在版本上面的各种活动 其实也是都不会少 就是从今年 包括现在周年庆的各种各样的 小游戏活动开始 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 就是冒险岛可以每天 有很多的 你比如说你去桑拿房里泡泡澡啊 或者去舞厅里跳跳舞 都可以获得经验 这样子的一个挂机型的玩法 也可以像刚才 小森和跳票打的这个 小游戏的那个骑猪游戏啊 还有那个扫荡大魔王 这样子的一个 类似于非常怀旧 非常复古的这种 小游戏的玩法 都是可以让你们 就是每天都或者 不一样的这个游戏体验 然后后面我们的那个10月份的那个版本 也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内容 其实这些内容的话 有可能就是包括韩服也可能没有 那在这里先卖一个关子 就是版本方面的介绍的话 基本上我先讲到这里 然后下面的话 好 哇真的是感谢当客 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内容 真的都是非常劲爆的一些消息 我相信屏幕前的玩家也和我一样 有很多问题想问蛋壳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玩家可以在直播间 发送弹幕问你们想问的问题 我们的蛋壳会拿起手机 随机挑选一些问题来回复你们 然后 来我们把这个弹幕 然后把想问的问题 然后发送弹幕 刷的弹幕就可以 想问的话直接发弹幕 这个弹幕刷的有点快 然后 好像看到最最多的有一个是 讲到封号的问题 对不对 封号的问题实际上 怎么说呢 我们其实也一直都在贴吧上 有看玩家反馈的这种封号的问题 但是我们其实看不到玩家在贴吧上 到底有没有把你们的那个账号 账号不能说 那个服务器的名称 还有一些角色名告诉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查 然后之前呢 我们是查过有一两个玩家 他在贴吧里发的这个号称 被误封的情况 结果事实证明 其实你们还是 确实违反了那个游戏 游戏规则 然后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 所以说就是如果你们觉得自己 有一些可能被误封的情况的话 欢迎就是大家 最好是去我们刀鱼官方论坛 进行一些信息的收集 如果在贴吧上方帖的话 也请你们把信息带上 我们会去看的 至于就是 关于封号我们还要讲 因为为什么要封号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给那个 所有的玩家带去一个就是 更加环境纯净的一个冒险岛 然后也就是希望冒险岛里面 大家打怪 然后互相玩起来的话 就是没有 没有那么辛苦嘛 因为其实之前 怪怪相对来说 比较多的那个情况 是怎么样子的 小三和那个 票票肯定也有一些感受嘛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 做的这些事情的话 肯定是为了给冒险岛 注入更多 持久的一个动力 然后希望让冒险岛继续和谐的发展下去 所以我们封号的原则就是 不放过一个坏人 然后我们也不希望冤枉一个好人 所以如果你们是好人 觉得自己是好人 可以下发过来 让我们帮你查一下 看看你 那昨天还有一个人 他那个领取 那个补偿奖 然后换线就 换线就被涌出 好像小伙伴们可以把那个问题 发到直播间 然后我们蛋壳会给你们回复的 然后重复的问题的话 就不需要重复的 我看到一条 还是讲到封号的 因为其他的 有点刷得太快了 刚才有一个人问 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 手动封号 五天进行一次 是不是还会继续进行 这个事情的话 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因为这个事情是 其实对大家都是一个好事情 希望也是希望大家 就是我们不是 以封号作为惩罚手段 而是说 希望大家就是能够自觉地 就是维护起冒险岛的一个环境 那那个封号一个是蓝框 蓝框是 这个蓝版本 五根导珠这个东西 我也知道 这个东西是大家非常 就是关注和希望 寒到的东西 而且确实就是 它的属性都非常好 但是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相对来说比较遗憾 因为老板武功 为什么他会被血藏 是因为 因为我们那个在 跟韩服同步的一些内容上来说 新版的那个武功宝珠 它是已经被作为那个 官方认可的一个内容 要继续推出来 所以其实开发方方面 他不同意就是 再继续推出就是老板的武功 至于他的那个属性 大家都非常羡慕 那就只能成为一个传说了 唯一魔方什么时候发出 唯一魔方什么时候发出 之前也看到很多玩家 其实做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我只能告诉你们 有些人猜对了 但是 但是 因为现在 大家前面 前面我一开始也说了嘛 就是现在周年轻的抢购 出了一些就是 复合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 可能唯一魔方会 延迟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计划 但是肯定会出 这个请大家放心 轮回悲食这个问题 你们可不可以问一些 就不要这么激进 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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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 很热心于升级和打怪了 对 轮回悲食的话 只能说随缘随缘 这有一个 拿漩涡任务 任务卡入Bug了 那个 就漩涡能量不回复 漩涡能量不回复 还是 航海的 航海能量不回复 这个bug 其实也确实是个老bug 但是 因为之前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修复 因为其实 开发方那边一直没有办法 全部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做了一个调整 就是 大家可以每天手动 去进行一个充能 就是推出以后 我们是收到反馈 是说大部分确实有改善 但是也确实有收到 就是还是有人 就是弄不了这个东西 但 这个具体为什么弄不了 其实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玩家的具体情 这个问题就是玩家在第一次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把全部都做完 他没有把这个问题给详细地说出来 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 他就是新手第一次做航海任务的时候 然后可能因为版本的 就是前期和后期可能有一个bug 就是他进去做第一次指引之后 然后他能量消失了 他就不会回复了 而且他第一次做的时候 是没有手动恢复能量这个选项的 这个 那我现在理解 那我们可以后续的时候 再去看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 其实就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能考虑让开发方 把那个手动恢复的东西 加在新手引导里面 应该 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会去看一下 非常感谢这个玩家的 这个提出的问题 好 我又看到一个 就是很多玩家提了那个 改名卡什么时候出这个东西 改名卡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为什么不出 其实主要是因为 我们也了解到 就是冒险岛 其实像 还是会比较像一个社会一样 然后就是 里面就有好人 就会有那种 相对来说 可能不这么 不这么 不这么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就是有 我们有遇到 就是那种 有骗子的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不出改名卡 其实主要原因 是为了防止 这种骗子 就是比如说 骗完一个人 他马上换了一个村儿 换了身衣服 然后又出来骗人 这种情况 但是 其实我们也考虑到 玩家的这个改名需求 所以就是 给大家剧透一下 就下个版本 我们是会在游戏的 那个角色里面 增加一个 类似于给大家 发一个身份证ID的 这样一个 识别的一个信息 大家只要 就是打开 到时候打开角色栏 把那个 鼠标 放到角色名上的话 就会看到 这个人的 给我们给他 赋予的一个ID 这个ID的话 是不会变的 然后如果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先试验一段时间 就是大家如果觉得 这套东西 比较认可 比较有 就是安全感 有提升 然后对大家 比如说 平时的交易啊 或者交友啊 这种 都是得到一些 改善的话 那么我们后面 可能会把 改名卡 他其实在 测试符之间 出过 好 咱们最后一个弹幕 好吧 最后回答一个 我们挑一个 请挑一个 还有一个保存 头脸那个内容 头脸保存 那个内容 头脸保存 这个内容 就是就是那个 保存那个脸型 和发型 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其实也是在 权衡沟通 就是说 这东西到底 适不适合 就是加入到 我们现在的冒险岛 因为就是 每个人的需求 什么不一样嘛 然后头脸系统的话 我们其实 还在讨论 有考虑过 要后面会加入 这个系统 但是目前就是 可能计划 还没有定下来 所以这个 这个题目 作为最后一道题目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挺尴尬的 那么再回答一个 好像都差不多 神奇粘铁 神奇铁镇那个东西的话 是我们当时其实 也是觉得 这个东西 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但是很无奈的是 就是当时一推出来 就是在 其实在国府 就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bug 然后当时跟开发方沟通 然后也让 也让 请他们修复 但是 其实就是 说白了一点 就是bug还没修好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被血藏了 所以 这个东西 以后会不会推出的话 还要再讨论讨论 那 今天的答题时间就 非常感谢蛋壳 为我们玩家 解答了这么多内容 作为冒险岛的 中式老玩家 我内心也十分感动 那么 蛋壳今天还为我们 带来了什么奖品呢 那么既然今天是 那个16周年的 周年庆现场 那么肯定 我们的冒险岛 过生日的 生日蛋糕 是肯定少不了的 所以 我请大家把 目光聚集到这边 我们蛋糕请上场 这个蛋糕可是包含了 我们所有节目的 那个 祝福bug 啊 哇 buff啊 哈哈哈 哇 哇 有祝福buff 这里面 是不是有全属性加成啊 那么 那么既然我们 是冒险岛生日 我们一起来 祝冒险岛生日快乐吧 来 3 2 1 把这个 这麦都炸掉 那么同时呢 在这么快乐的日子里 节目也会 再给屏幕前 所有的玩家 再带上一份祝福 会给大家 送上一份福利 嗯 之前已经有 那么多奖品 发出去了 那期待这一轮的大奖 送给屏幕前的大家 嗯 那蛋糕 我们下一部奖品 是什么呢 嗯 我们还是从 就是 小往上抽吧 现在还是抽一波 周年直播 周年庆直播礼包 B 还是包含了那个 海豚奇虫90天拳 然后星星100个交换券 还有七天拳的 呃 暴风成长 Mia 一共有100个人 好的 这次我们然是用 弹幕的形式来抽奖 弹幕内容 我们发送 勇爱冒险岛 就可以参加 接下来我们趁 抽奖的时间玩一个 扛一下我们和GM 之间默契的小游戏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怎么考验 我们和节目之间的默契呢 要怎么玩呢 举个例子啊 对举个例子 好 比如说我告诉你们 一个怪物的形象 你要在跳票的背上 用笔去画出来 最后来让蛋壳来猜 来看看你们三个人的默契程度 是怎么样的啦 哦 哇 这么大一个板 是给我准备的吗 对 这个是给你准备的板 然后我们的跳票 和我们的小孙啊 你们就一个一个 那我们在这儿吧 这边可以放一下 对 那么我们蛋壳就站在我们的第一位 然后剩下的小孙啊 还有我们的太票就 我站第二位 对 然后站最后面吧 对 然后子 好那么你们准备好了吗 等一下 那大家说一下 准备好了 其实去过几次现场活动 我也见过他 然后他是测试服的组长 就是一个你画我跟着画的游戏 那到底最后会画成什么样 能不能猜得出来呢 就看 就是画版的你画我猜吗 就看大家的那个水平怎么样 我们蛋壳来画版 然后让他 好 不用这么 对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跟我说一声哦 那我要开始了哈 开始了 那开始画吧 我会把我每一笔 每一画都告诉你的哈 我总共画三笔啊 我总共画三笔 我用点力啊 别你感觉不到啊 用力 第一笔 第二笔 大家都已经在画了 然后第三笔 而且是个绿色的啊 OK好了 就三笔了 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等会儿画完了吗 完了 那蛋壳来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吧 绿水灵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相信结果应该很明显嘛 苹果 这是我们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个怪物 应该是绿水灵 然后我来给它加上眼睛和嘴巴 你看我们三个人画的方向还是不一样的啊 很搞笑 欣欣也 诶 但可说这是绿水灵 那他猜对了没有啊 对确实是绿水灵 这个绿水灵应该是长这样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 很可爱 我画功很棒 我不会画那个眼睛和嘴巴 这个画得很像 很可爱的一个表情 还有圆圆的一个身体 因为绿水灵其实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怪物 因为就觉得它很QQ的萌萌的 然后还可以捏来捏去的那种 那种 好 我们这轮呢就是猜对了 那么我们继续啊 我们抽奖还在继续啊 小伙伴们记得发送弹幕来参加了一个抽奖 永爱冒险岛 永远爱冒险岛 爱冒险岛 就像我们玩的四座点一样 那么喜欢冒险岛 对对对 其实能坚持下去的也不多 现在能坚持下去 其实我们都是一般 都是老玩家 我们其实随着我们的那一个游戏的进程 我们连接慢慢变大了 是不是 有工作 其实不是真的不坚持 是说时间上 就是说不能像你那样 你发现没有 然后 就是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回来了 好多好多这个老冒险家 是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那一个官方的不懈努力 去清理了一个 那个环境 然后我们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刷怪的环境 然后可以打boss啊 做任务啊 都很方便 像你经常就有早上啊 晚上练小号什么的 对对对 感受说感觉 怎么说呢 自从五月 五月份五月中旬开始啊 就咱们这个冒险岛环境 真的特别好了 就尤其是封了那一大批那个工作室 还有那个 咱们就人人痛恨的那小桌上 真的 就是咱们最起码咱们神秘河啊 神秘河啊 神秘河地区做任务 对 非常方便 而且小号 练小号的话也特别方便 就不用不用担心低级图或者是高级图 你升级或者做日常 没有什么影响了 确实我们通过观看直播的观众也是看到主播每天 我们每天去玩各种各样的号都这么玩上去都很好奇问 主播你玩的这一个是什么趣啊那什么职业啊我也想回来玩 经常天天都能有这样的一个弹幕在弹幕屏幕上飘过的 我看到还是很欣慰的 因为我确实本身也很爱这个游戏 很喜欢玩它 而且原来原来就是没有这么大活动的时候 别人问啊能不能回来啊 就是咱们也不好说 也只能实时求是说 但是现在的话 现在如果说你说能不能回来玩万全岛 那我肯定会说啊 现在正是回来的好时候 对我们可以玩周连的版本 有更重要的活动 有新这些阿戴尔 这就还有这段时间到8月4号之前都有的超级斗然 是我们玩家生一级能送两级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我们有三倍的提升速度 外加还有一套装备资源 不止一套 不止一套 一套黑色套一套 从30级到200到150级 对 好我们那一个 抽奖结果也正好出来了 然后大家可以使用你们的编码到三层里面凌取 那第一波抽奖出来了 那第二波 第二波 大哥呢 咱们是准备抽什么呢 奖品 第二波的话 我们抽什么呢 第二波奖品抽的是周年庆直播礼包A 直播礼包A的话 包括了七天拳的强大的涅槃火焰 然后还有七天拳冒险岛奖杯 还有一个色彩斑斓的混合染色券 相信混合染色券是很多玩家都非常希望得到的一个东西 我们这次一共会抽十位 那么请开始抽奖 那我们那一个接下来抽奖的话 老龟姐是弹幕发送弹幕就可以抽奖 发送弹幕加油冒险岛 就可以参加抽奖 那么我们接下来抽奖时间继续做一个默契考验吧 那接下来的话就让我们这个露西德和阿戴尔小姐姐 还有咱们的蛋壳 他们参加一次 好好好 再来这个那个你画我猜的挑战吧 呃 这个 那我和那个阿戴尔一人一张纸 我在最后面吧 这个 来 我来拖着 你挑一个颜色 我来帮你拖着 来 你来 好 准备好了吗 你们 准备好了 我就开始画了 我来帮你拖着 你要感受好我的力量好吗 我帮你拖着 来 开始了 我已经很容易地再画了 你的带预有点高 你送手就行了 又是个圆 第一笔好了吗 快画完了 这么快 对 不行 你再描一遍 第二笔是什么 我再重新描一遍 你准感受一下 我感觉到第一笔 根据到我的画来画 然后再 第二笔 对 第三笔 好了吗 然后第四笔 好 我已经画完了 不知道你们画是什么样子 我先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我画的是什么 什么鬼 白雪人吗 你们看到了吗 再用力地画一次 哪里啊 再画 用半点力 用点力 第三笔 那我在第三笔再画一次 你再用心感受一下 感受到了吗 我已经把它画藏了 没关系 第四笔 第四笔是这样子的 就一共就四笔 好了吗 好了 好 我们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我们的画作吧 知名大作 看出来了 看来画的还是可以的 这个像本鬼一样的这个 还追着个嘴的 根据我对游戏的认知的话 他应该不长这样 他应该是长啥样 你画出来 我给他看 咱们蛋壳画一下 闹鬼宅的那个门光 蛋壳画的是真的很标准 好 看看 好 眼睛 我觉得也没有差多少 对 跟我画的差不多吗 你看 差不多吗 差不多 其实还是差不多 这个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标志性的怪物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在外面找不到的 白雪人 对 猜对了猜对了 这就是白雪人 没想到我们三个人啊 默契程度这么高啊 我们竟然猜出来了 这都能猜对 太厉害了吧 我们抽奖 好 我们站好啊 OK 接下来是咱们第三波奖品 好的 我们那一个抽奖结果差不多也出来了 我们恭喜下面的玩家可以通过领取的编号进入三层里面去兑换奖品 那第三个奖品 第三个奖品 第三次抽奖我们开始 来 宣布一下奖品 第三轮的抽奖奖品厉害了 这次的奖品 非常多 非常丰富 是香水 加上我们的艺术设定集 加上联帽山 加上抱枕 然后有 就是我们的两位小姐姐已经拿在手里了 这次的这个抽奖一共抽三个人 那么开始吧 那我们这次也还是用弹幕抽奖 我们这次发送的弹幕是用冒险岛十六周年未完代序 就可以参加抽奖 把弹幕刷起来 接下来我们趁抽奖时间 我们再进行一次默契考验怎么样 这次放在 我 我在小生后面画 然后你在蛋壳后面画 我这个绘画天赋可是吓人的 没事没事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们画得狠一点 留下一点痕迹 用力 感觉 但可让你们用力一点啊 听到没有 真灵魂画手 对 好 我们再进行了一轮 你画我跟着画的游戏 不知道 接下来这三位选手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给我一张纸 我在这后面 更像是毛刃版的你画我猜 对 来帮忙拿一下这个 好 你告诉我 你画了几笔啊 不然的话我乱画的 准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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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我先画一个头 你看 有点像一些 建筑的样子 好像是这个样子 然后画第二笔身体 他身体和头是一样大的吗 差不多吧 可能 然后把眼睛画上去 然后把眼睛画上去 然后头那边呢还可以这么这样的 然后嘴巴有点像一四笔 画好了 我们的灵魂画手已经上线了 等会儿你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精彩表现了 画好了吗 画好了 画好了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吧 来吧 展示 这是次蘑菇吗 你们这是毒蘑菇吗 我开始就有毒的感觉 他们在我背上画的 让我画了一个馒头蘑菇 然后还是带那个芝麻烧饼的这种 我觉得应该就是 今天我们莲茂山上 这两位穿的花蘑菇 花蘑菇才是正正的样子 画得完全不一样啊 好像瘦了一点点 嗯 所以瘦了一点点 这个画得比较那个 这个画得好 对 我倒是凭着对冒险岛的爱 可以 加上天赋啊 天赋技术 像我这种就不行 对 你们两个画的这个 我画好像了 你这个是蘑菇仔 还少两个脚 我这个 你这个是 这是蘑菇吗 你这个还确实是 冒险岛刚出来的时候 有那个蘑菇的那个原画的比例 原画比例 原画比例是 比较高挑 比较 是 这 我们 玩家觉得 这可能是新蘑菇 不是特别好看的那个 带着 带着 年代感的 16年前的蘑菇 不愧是我们的灵魂画手啊 虽然说 画成这样 但是我们大家都猜对啊 说不定我们三个人 还是非常有默契的 对不对 好 那么今天 大家那个在16周年现场 其实也非常高兴 那么 就是 作为项目组的代表 我特别的给大家在家 两次抽奖环节 给大家送一些礼物 是什么呢 是我们那个 新初的 花蘑菇的拉杆箱 然后 一共进行两轮 每轮抽五名 那么神秘的密码是什么呢 我来想一想啊 请大家发弹幕 永远的冒险岛 好不好 那么现在就开始 发弹幕永远的冒险岛 抽两轮 一轮是五个人 也就是两轮 就总共有十个人可以中架 这个旅行下 看着我都好想要啊 怎么办 咱把它提起来看一下吧 这就是登机箱最亮的仔 对 把它提起来看一下 真的很可爱 超级可爱 确实很可爱 然后 看的都心动 后边的话 还有我们的冒险岛logo 这个才是证明大家是 最爱冒险岛的岛名的一个标志 是的 出门旅游啊 戴上这个拉杆 一看就知道 玩冒险岛这个游戏 基本上 基本上现在 能满力跑的 基本上都是 玩冒险岛的那批玩家 对吧 对 我们继续发送了一个弹幕 就进行一个 拉杆箱的一个抽奖 大家还记得 密码是什么吗 永远的冒险岛 对 发送弹幕啊 永远的冒险岛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啦 那这十位玩家就会成为 呃 全机场 最亮 然后 最不会撞箱子的 对 拎上他 你就是人群中 最亮眼的那个人 万一 有十个玩家 他们一起去了机场 那不是撞箱了吗 那他们一定是一个工会的吧 对 他们是一起 一起约起来冒险岛线下聚会 那这 也是一条美丽的风景线 在人群中 一眼就看出 你是我的好伙伴是不是 对 是 我都想现在下去拿出我的手机去发送弹幕去参与抽奖了 还行动 除了弹幕之外还有其他途径吗 这个 这个的话之前有说 就是 之前你们购买香水的话 有可能也可以抽到这个箱子 而且 而且 好我们 好我们我们那一个刚刚如果中了奖的小伙伴把那个收获信息在斗鱼里面私聊填写 我们稍后我们会把这一个奖品给送出 好 那么我们还有一轮还是五名小伙伴 好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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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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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就是好 然后就是小桌房给赶出就是我们冒险岛给他还还一个就是比较纯净的一个天空 让更多真正喜欢游戏的玩家可以在里面互动交流 然后玩起来更加的快乐 那么支援任务的话 就是 嗯 其实 从游戏内容上来讲 如果你 非常喜欢体验就是游戏的一些故事剧情 因为 冒险岛本身是一个世界观很很庞大 然后故事很丰富的一个游戏系统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剧情体验的过程中 是可以把这个支援分数不知不觉的 其实应该是可以完成的 而且加上有一些不可描述不可说的这些隐藏条件 其实也是可以帮助玩家快速的就是取得这些分数 当然其实怎么说呢 我们也有看到就是说现在的支援任务系统 大家其实带着想做攻略的这样一个心思 去把它就是掰执得很透明的话 其实有一些违背我们的初衷 我们是希望你们在探索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完成一些东西 当然就是你们说的一些优化的话 我们是会在后续做一些 这个是可能让大家互动的那个内容 更多的去拿一些这个分数 所以后面可能还是会调整一下 尽量的希望就是正常的玩家 普通的玩家手动的玩家 怎么一下子就过了 就这样的感觉 就增加一下玩家的这个游戏体验 对对对对 其实我这边也是挺喜欢这个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它其实是一个音乐画面很搭配的游戏 可以当做一些旅游游戏玩 但真正的去把这一个活动做好 做完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游戏体验也是有的 然后也能拿到足够的道具 然后后续的话会继续把这个攻略给加强 然后让你们把这任务做得更方便了 然后到时候有一定的变动 我也会及时更新上 所以玩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问题 我在这边就跟大家说一次 就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对 OK 咱们后台说抽奖已经结束了 好的 我们那一个抽奖已经结束了 请小伙伴们把那一个收件信息填写在豆鱼资料里面 稍后我们工作人员就会把奖品给发送出去 那么你们都跟我一起完成了刚才的那个 非常默契的这个灵魂画手的这个活动 所以我也要作为节目 专门给你们送上两柄冒险岛的神器 稍等一下 什么冒险岛神器 这什么东西 我们当中可以把那一个道具名字发送在弹幕上面 温度计 麻烦了 我没麻烦 可以 这个温 是一个我们以前很经典的一个道具叫做温度计 像我们以前的一些土豪玩家呀 会把这一个道具拿到手上就这么拿着 砍在手上然后站在舍尔村 站在飞机都市站在自由市场 一看就知道是哥哥的感觉 后面跟一群小弟嘛 对 我就是那个小弟其中之一 那么给你们发神器的同时呢 应该是还是会给玩家发一波福利是不是 那具体是什么福利呢 那我们这一次福利的话发送可以给福利 逼 逼吧 福利逼 那就福利逼再撒一波好不好 然后你可以发送那一个 我们稍后那一个会有一个弹幕抽奖 小伙伴们也别先急着离开那个直播间 我们稍后会有一个那一个 周年庆福利逼的一个礼包 含有一个海豚做起90天 新兴交换券100个和7天暴风成长药 一共发送50个 然后这一次玩家们发送弹幕 加油冒险岛就可以参加抽奖 好 那我们那一个 我们的那一个福利时间真的是转瞬即逝啊 对 花了的时光也总是短暂的 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鲁西特和阿道尔来到现场 给我们发了这么这么多的一个道具 每个道具都是回忆满满的啊 对 非常感谢我们的鲁西特和阿道尔 当然了也很感谢 今天来到现场的项目组的工作人员 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 有请咱们项目组的嘉宾来到台上来 好 我们的那一个 有请我们项目组的项目组的 项目组的工作人员来和屏幕前的玩家 站在我们前面 然后半 站在我们前面 半蹲的一个姿势 好 站在我们前面吧 站前面 站两排 前面吧 我 站前面 好好 我 我站前面 桑姐也来了 行 来参加我们的16周年线上聚会 那么 最后 就让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喊一句 我们都是冒险家 来祝福冒险岛今后会 非常 越来越好好不好 那么 3 3 2 1 我 好感谢所有观看的观众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全损音质 真的是 是 3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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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